引爆全国民怨的英国情侣党 在日前透过在英国的家人 向BBC不时爆料 说我们台湾的隔离条件非常的差 当时闹得沸沸扬扬 而他们两个人今天隔离检疫期满了 原本对外表示说 他们是要在早上10点多 离开花莲检疫隔离所的 没有想到两人却疑似为了闪避媒体 花莲金卫生局跟英国在台代表处 居然安排他们提前来开溜了 原本定在早上10点钟要离开 但是两个人却在7点多 就已经搭车离开 来到花莲火车站了 而花莲卫生局长面对镜头说 他是配合中央的指示来办理的 让现场媒体全都铺了空 监视器画面录下 这对英国情侣党 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戴着口罩迅速上车 离开花莲检疫隔离所 动作会这么快 因为他们在之前 透过在英国的家人 向BBC不时爆料台湾隔离条件差 引爆全国民怨 事情闹大了 两人疑似心虚 为了躲避媒体 竟然上演吊虎离山记 两人原定早上10点 离开花莲检疫所 提早了三个小时 在7点多开溜 前往花莲车站 搭火车北上 让不少媒体扑了空 那怎么突然改变计划 是由谁来负责吗 还是 那个我想作业会处理 好不好 那他们费用缴完了吗 缴到缴到缴 缴到缴 缴到缴 当下知道心情是怎样 我想当下很错愕啦 对 很惊讶 这对英国情侣党 在之前还传出 缴不出十天 五千块钱的餐费 现在费用虽然缴轻 但是由谁帮忙带脚 还有两人的行踪成迷 县府卫生局 把球丢给中央低调处理 不过同时间 也有来自德国的旅客 检疫隔离其满 大力称赞 得到很好的照顾 检疫员细心照料 外籍旅客 结果却是两样勤 简单的握手道别 卫生局长亲自送上祝福 检疫隔离期间 没有出现症状 就是最好的结果 记者陈金烨花脸报道